聖誕老師帶我們到園長鄉去看小編輪 看到那麼美 我就迷上他 之後每年大概十月多 小編輪就飛到我們台灣來了 尤其是來到我們園長鄉 我就會開著車子 帶我的太太去拍他 如果看到小編輪在旁邊 我們車子就停在我們旁邊 然後就搖下瘋窗 架上刷包 就開始拍攝 如果是距離比較遠一點的 我們就架上腳架 然後拉進來拍攝 這樣一直到今年2011年 我們還在陸系拍攝當中 那我覺得這邊要感謝的是我們營林聯合協會 他們從2009年開始 就有一個小編輪的補償 我們營林縣做小編輪的補償 來做為我們營林縣 農地是我優良 是我健康的一個預計 今年也會集氣 這是我們拍攝小編輪整個的過程 謝謝 那接下來呢 想要請問的是 黃先生他的影片中有看到 你有採訪一些農友夥伴 那他們講話都非常可愛 非常感激 對 那我想要請問您說 為什麼會想要採訪農友 然後還有你採訪的過程中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說過 好 那個我講一遍好了 那我們從民國99年開始 開始學紀錄片 第一次拿起攝影機 我們每年都會有一些作品到外面比賽 也得了一些獎 那為什麼會去採訪這些榮民 因為我們在製作紀錄片的過程當中 採訪變成我們必須要的一個附作 所以我們在隨時在拍攝當中 看到有相關的人事物 我們都會拍攝 相關的人物我們都會訪談 那小辯人我想這個片子裡面 我們希望說藉著我們跟春龍的訪談 還有我們的旁白 把所有有關小辯人 所有一切的他的顏色 他的叫聲還有他的生態 整個的全部把它呈現 尤其是最後面小辯人分辨公跟母 是我們到二三月持續拍 拍到他結束之後才能得到的畫面 這是我們整個的過程 謝謝 謝謝 那最後一個問題是 我們想要請問您說 你在影片的最後 你有特別把土地跟人 還有小辯恆做一個連結 那想要請問您說 就您自己的觀察 有哪些部分是我們可以小辯恆做的 就是我們有什麼辦法來維護他的氣地呢 就是想請您 好 這也是我們引領田有學會 正如在做的一件事 那我們現在要推動一個有機作物 比如說我們小辯人呢 我們會送一個 來參加我們小辯人普查的 我們會送他一個黑金剛 那我們的黑金剛呢 脫刀啦 兩個的黑金剛 不是送他一隻黑金剛 那我們為什麼要送他呢 因為我們去採訪園長鄉有機榮田 那我們希望鼓勵 大家來往這一塊去種植 在友善土地這個大前提之下 種植有機的食物 因為盈利縣呢 是我們前省最大的榮倉 叫我們有盈利索 農業索度之稱 那我們希望說 藉著愛護小辯人 來推廣這個信念 我們也希望這個影片 能夠讓大家看得都很喜歡 喜歡嗎 喜歡喔 我們超喜歡喔 謝謝 那我們也希望你因為喜歡小辯人 而來關注我們的整個生態環境 這是我們做這個片子最重要的目的 這邊打一個廣告 2016年 盈利縣鹽鳥協會小辯人的 盈利小辯人偵察 在明年的1月24號 23號、24號即行 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們現在正在招募師工 所有的食術 吃的跟睡覺的 我們盈利縣鹽鳥協會 會負責跟各位解決 然後呢 23號那個下午 會帶各位去看小辯人 我們叫做小辯人行醫 24、23號晚上 我們那個小辯人之夜 會介紹 我有兩個影片在那邊 會介紹我們的小辯人 同時介紹捕茶的方法 24號呢 就帶各位去捕茶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上網打一下 土豆牛大集合 裡面有詳細的資料 謝謝 我們謝謝黃先生的分享 黃先生非常的熱情 其實我今天非常的感動 是許多拍片導演 都帶來非常非常好的活動 沒有想到的 那也歡迎對Ulink 可能比較陌生的朋友們 可以去參加 剛才黃先生推薦的這個活動 謝謝您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要